熊妹 晚上的动物园让我感觉怪怪的 我们还是走吧 不行 想要进入动物园 就要遵守动物园的规则 哇 你是谁 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记住 动物园里没有兔子 如果看到了兔子就赶快离开 还有 工作人员都穿的紫色衣服 我们会遵守动物园规则的 熊妹 我好累啊 大宝 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到家了 喝了这杯饮料 就不会累了 熊妹 我好像看见兔子了 大宝 你好好看看 这是小精明 本线真是太快乐 上夜班天天熬夜 眼睛都变红了 原来是这样 你们要不要去兔子館 看兔子呀 喜欢了 还可以带回家一只哦 刚刚 动物园门口的工作人员 不是说这儿没兔子吗 怎么样 要去看看吗 啊 大宝 我们要回家 嗯 那你们慢慢玩 有需要了就找工作人员 记住 动物园里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只穿绿色衣服 并且千万千万不要去海洋馆 知道了 我们不去海洋馆 熊妹 我觉得刚刚小精灵好奇怪 她说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只穿绿衣服 那门口的人是谁啊 嗯 他们之中一定有个人是真的员工 但另一个是怪物变的 我们得找出谁是假的 这太难了 大宝 大宝 我们到分岔路了 这边是小精灵说不要去的海洋馆 三等六也是六根胡萝卜 我们应该去海洋馆 哦 小朋友们刚刚告诉我 大宝你算错了 看来小精灵是怪兽兵的假工作人员 我们不能去兔子馆 应该去海洋馆 还可我刚刚赶了路牌 这样才误导他们起了海洋馆 熊妹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熊妹大宝 快停下 不要进去 不要 熊妹 我们快进去 他一定是怪物变的小精灵 熊妹大宝 我是真的 你们要相信我 我的精灵之力不会骗人的 的确 你的精灵之力上 没有黑暗的气息 模拟凯琳一直在动物园讨乱 不过没关系 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我现在送你们回家 都好了 小朋友们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赞收藏吧 我们下次再见